相差一张毛爷爷的比斯60M的主板到底差在哪里 技嘉比斯60M两小雕开箱对比 大家好我是二狗 近期我收到了两个主板比斯60M要还的那种 是技嘉小哥送来的 一个是比斯60M Aorus Pro和一个比斯60M Aorus的Elite 众所周知Pro代表的是专业 而Elite代表的是精英的意思 那么一个专业版和一个精英版 它们到底差别在哪里呢 这两个东西咋看都是差不多的 IO接口部分也都是一模一样 整体上就好像是外观上面有点不一样 Pro的带了两块马甲 一个在CPU供电这里 另一个就是M.2的散热马甲 该有的也都有 相差一张毛爷爷 不会真的就是这一个散热马甲的区别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比斯60M Pro的规格和参数 其实参数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在规格上 值得一提的地方是 这两块板子 它都带有两个NV M1写的M.2的接口 另外还有一个M.2的无线网卡接口 可供有须人事扩展 用料方面 有号称平民堆料王的技嘉 这次供电这块 感觉空荡荡的有点少 只有4加2项供电 然后给你们看看隔壁微星盘气炮的供电 不过我也专门问了小哥 小哥无奈解释道 对于工厂来说 加几颗电容 无非也就是几毛钱的成本而已 并不算是投工减料 不管是i5还是i7 不代替的 它们的功耗设计都是只有65W 只要满栽不掉屏 CPU能够稳定的运行 4加2项供电其实也是不够的 那么至于货被掉屏 或者说能不能稳定运行 后面我会单独再测一下 做一个视频出来 内存这方面的支持 依旧是单根32G 最大128G的容量支持 频率方面 i5级以下的是2666 i7级以上则是2933 一体式的IO装甲 这个就比较友好 新手装机的时候 上胆板就不会那么难受了 后面其实也没啥好说的 不过呢 这主板有两个5VARGB 和两个12VRGB的灯角 这对喜欢光路染的朋友 算是比较友好 因为有时候接风扇的时候 就查了每一个接口 也要多花几十块钱 就买一个极限器回来 属实不划算 对了 机家的自己的灯光同步 是升级到了2.0的版本 虽然不知道这个2.0的版本 升级到了些什么玩意儿 但是它的音频分割线 这里的灯 也是可以一起同步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下面的这个Q-Flash的开关 Q-Flash对于经常用 技嘉主板的小伙伴 一定不陌生 它就是给主板BIOS 一键升级的Wire 这个功能可以在 不用CPU和内存的情况下 只需要给主板通电 然后把刷BIOS的U盘 插在这个白色的USB接口 再按一下这个Q-Flash 就可以刷BIOS了 这个设计可还行 接下来就是对比了 专业版和精英版 就差了一个电容散热 还有一个M.2的散热码夹 外观方面和温度方面 都有给到 M.2的散热码夹 对于高性能的M.2硬盘来说 比如三星的970UO 西苏的SN750 凯霞的RD10系列 对它们来说还是比较实用的 毕竟一个好的M.2散热码夹 它也是不便宜的 如果你购买的只是一个 普通的M.2硬盘 比如西苏的SN550 或者说是凯霞的RC10系列 这两个主板 你可以按你自己喜欢的选 再如果你买了一个 自身就带一个散热码夹的M.2硬盘 比如海康的C2000Pro 影驰的琴系列 还有西苏的SN750 EK定制版 那么你就可以买这个Elite的精英版本 可以省点钱 买两个RGB的风扇 那么都好像差不多了 本次开箱对比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一期我会用这个主板 上一个i7的CPU 用AIDA64测一下 看一下这个4加2箱的供电 究竟能不能稳定运行呢 那么我是阿口 我们下期再见